情人到底是什么?有缘有爱,相思不忘的人 北岛曾经在诗中写过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像诗中描述的那样,是每个情人心中最深的愿景 我们都希望和情人在一起相知、相爱 一起走过岁月的白头,一起牵手到了 什么才是情人?情人是命中注定,是有缘相会 因为缘分,所以才会在茫茫的人海中与你相遇 一起度过这些美好的时光 或许是因为前世亏欠你,所以今生要多弥补你 这是我们的缘,是我们的结,躲不开,逃不掉 情人最深的就是期盼,让你领怨爱情中的苦辣酸甜 有甜蜜,也有苦涩,在矛盾中成长,在纠葛中历练 情人是考验人的,他让你感受寂寞,感受煎熬 也因此这段感情,迷足珍贵 情人是相守相知,是不会溺在一起的两个人 真正的情人不会嫌弃你的落魄,不会躲避你的不堪 他给了你生命又一种感受,让你明白真爱的感觉 情人的相处不需要山盟喊事,更不用喊哭死烂 情人最重要的是能够陪伴在你左右,是无论多远都会思念 情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他懂你知你,给你带来温暖 明白你的喜怒哀乐,为你的答案以解惑 你们不用太多的说话,也无需客套和彬彬有你 你们之间一个眼神就明白了对方所想 在这个孤独的世界,好像终于找到了一座岛屿,让我栖息 情人是一生一世的牵挂,是始终不变的呵护 无论我们认识多久,都会怀念当初的美好 都会想着能够一起走下去,都会珍惜当下的时光 在这样险恶的人生路上,能够有一个人相伴,是一种温暖,也是一种美好 不管前方的路途是波涛汹涌,还是一马平川 因为有你在身边,我都浑然不怕 说了再多,有情有爱,有缘相知的人,才是真正的情人 愿我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时光 守护这份美好,而又纯洁的感情 感谢观看